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四十五集 第三支监察院的队伍 此时正在严府 一脸冷漠的严冰云手里捧着院令 看着跪在面前的言行书 缓缓而坚定地念着吏部尚书言行书的罪名 一条一条无一不是深刻人心的滔天大罪 一山不整的言行书跪在地上 听着这些罪名 身子已经有些发软了 他知道不到关键时刻 陛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罪名 处置自己这个不搁大任 而这些罪名既然抛了出来 说明陛下是真的要灭了自己啊 为什么呢 只有一个理由 这些年自己与长公主走得太近了些 言行书在心中哀怨地想着 但依然绝望地哀嚎道 我 我要看陛下守令 我要看守令 你们监察院没有守令 不得善审三品官员 言冰云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取出守令 在他的眼前晃了晃 言行书 堂堂立不上书 双眼一黑 竟被这封守令吓得昏了过去 还有几路监察院的官员在行动 因为选择的时机在凌晨 正是万籁俱敬时节 大部分的京都官员呢 与这个大佬们都在沉睡 所以行动进行的机温顺利 不到半可时辰的时间 京都里大部分与长公主牵连太深的官员 都被请回了监察院的天牢 或者是大理寺的草房 最后一路监察院的官员 在一座安静的府邸外耐心等候 他们已经将这座府邸包围了很久 始终没有行动 便是在等待着各处回报的消息 这一路官员没有领头的大人 也没有随身携带旨意 甚至连陈平平亲手签发的愿令 都没有一份 他们组成最简单 全部是六处的人马 因为他们不需要进入这座府邸传旨 他们所接受到的旨意是 进入这座府邸 严谨与府中的任何人交谈 直接杀死所有人 在平日 天边应该已经有余度白了 然而今天 乌云太厚 天色还是那样的暗淡 一头缭乱头发的废戒 也从府邸趴的街角走了出来 对围在府邸四周的六处剑客们 点了点头 然后离开 六处刺客们蜂拥而入 然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他们清楚 这座府邸里隐藏着长公主最强的武力 最秘密的情报 最亲信的心腹 最 然而 却没有任何抵抗 所有的信阳高手 还在睡梦之中 就已经被废戒布下的毒 迷倒了 偶尔有几位内力精深的高手 在六处剑手的刀剑 伺候之下 也马上魂归黄泉 永久沉睡 憋斧中 遗愿的死人 信阳首席谋士黄毅 满脸绝望地 看着冲入门来的六处剑手 前些日子 这位谋士呢 便被范贤用毒杀掉了半条命 今天又被范贤的师父 中了一次毒 早已经没有了任何 还手的机会 他只是有些不甘心 自己的头脑 还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啊 在庆国的历史上 连一星半点的痕迹 都没有留下呢 却 就这样要死去了 一柄冰冷的剑 中断了他的思考 刺入了他的咽喉 让他死亡 进入后院 六处的剑手 更是没有给那些 年轻貌美的男子们 任何说话求饶的机会 用极快的速度将他们杀死 然后开始处理尸体 这是没有人注意的 就在六处建手们 冲入长公主别府之前 费界开始中毒的那一刻 一个叫做袁洪道的人 当年林相爷的至交 这一年多里边 最得长公主信任的谋士 满脸惊恐 苍白之色 从府底后的那个狗洞 逃了出去 天还未亮 惊魂未定的这个袁洪道 沿着西城的一条小巷 往河池坊那边逃窜 一路上小心翼翼 避过了监察院的追捕 和京都守备师的巡逻 好不容易来到了 一间民房之中 他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有些木然地坐在了桌边 傻傻痴痴的 许久说不出话来 在他的这一生当中啊 不知道做过多少大事 甚至连前任相爷 也是被他亲手弄了下来 可是今天凌晨的这一幕 仍然让他感到了惊心动魄 想必长公主别府里的 所有人都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人都是被袁洪道害死的 而问题在于 在所有人的认知中 袁洪道如今都是长公主身边的亲信 所以如果先前他不逃 只怕也会当场被监察院 六处的剑手杀死 如果费姐没有抢先出手的话 这间民房是监察院 最隐秘的一个中转站 袁洪道侧头 看见桌上摆着一杯茶 他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润了一润 极为干涩的嗓子 你难道不怕这茶里有毒啊 一个中年男子微笑着 从内室里走了出来 正是小颜公子的父亲 前任四处统领 颜若海 袁洪道警惕地看了他一眼 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 轻声说道 我本来就没有指望还要活下去 在这位庆国最成功的无剑行者看来 今天凌晨这半个小时的击捕 已经说明了陛下不再容忍长公主 而且他相信 以陛下与陈远长的行动力 只需要半个时辰 长公主一方就会被清扫干净 如果长公主不再构成任何威胁 那自己这个死剑 自然也会被抹去存在的痕迹 但是颜洪道并没有一丝悲凉的感觉 因为从很多年前开始 跟随林若府的时候起 他就做好了随时为庆国牺牲的准备 然而颜若海只是笑了笑 取出了为他准备好的 移应通关手续和伪装所需 说道 你啊 很久不在院中了 或许不清楚 陛下和院长大人 从来不会轻易地剖弃任何一位下属 颜若海微微一正之后 苦笑了起来 在这个时候啊 又有一位穿着平民服饰的女子 满脸惊慌地从后门闪了进来 等这位女子看清了袁洪道的面容 不由嘴唇打张 露出惊恶的表情 似乎怎么也想不到对方会出现在这里 袁洪道也是无比惊讶 因为她曾经在信阳见过这个女子 当时这个女子的身份是长公主身边的亲信宫女 原来这位宫女啊 竟也是陛下的人 颜若海看了那位宫女一眼 周梅说道 你出来的晚了些呀 那名宫女低头负命 昨天夜里我刚离开 彤公公就亲自出马围住了广信宫 我不敢随意行走 所以慢了 颜若海看了二人一眼 说道 二位都是朝廷的功臣 陛下和院长大人 对二位这些年的表现十分满意 今天事情急迫 所以只好让你们照面 也防止日后 你们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没有太多多余的话语 颜若海交代了几句神们 便开始着手把监察院 最成功的两位密蝶 往京都外送 阮红道皱着眉头说道 我们去哪里呀 你回信阳 颜若海一字一句说道 在信阳 去等着 袁红道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抬起头来问道 你是说 长公主还会回信阳 一方万一吧 颜若海轻声说道 黄家的事情啊 谁也说不准 至于回信阳之后 怎么解释 我会慢慢告诉你 他又转头对那位宫女说道 你呢就潜伏在京中 日后若有变故 还需要你入宫 最后这位名义上 已经退休的监察院高级官员 很诚恳地向袁红道和那位宫女 鞠躬行礼 说道 辛苦二位了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颜若海看着窗外的那堵围墙 想着刚刚离开的那位同僚 微微皱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吹酒之后 他笑了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颜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以长公主的实力 城府手段 监察院只需要半个时辰 就可以挖出她在京都那些引而不发的事例 以最快的手段 最雷霆的手段 清扫干净 显得那样的轻松自在 完全不符合世人对长公主的敬畏评估啊 便是因为监察院早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在长公主的身边 埋了两颗钉子 尤其是袁红道这枚钉子 更是早在长公主 敲上了那个科举中的 俊俏书生林若甫的时候 便被安排在了林书生的身旁 如果说那位宫女 只是掌握了一些长公主的性情喜好 同时安排了红竹凑巧 发现那件阴丝室 而袁红道 如今身为信仰谋士 对于长公主的实力 目标 则是无比清楚 有这样一个人 暗中帮监察院传递消息 长公主一方呢 又哪里今受得住 监察院的风吹雨打呀 之所以陈平平从来就没有 把长公主当成值得重视的敌人 之所以今日监察院的出手 显得如此准确和眼光独辣 皆是因为如此 袁红道是监察院建院之初 撒出去的第一筐钉子 经历了这么多年朝堂 这个天下间的磨损 那筐钉子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然而如今的他却不知道 现今的监察院 早已不是当年的监察院 陈平平呢 早已经这个冷漠的横跟在了这些人 与陛下的中间 所谓架空便是如此 一切为了庆国 还是这些人 这个心中执念 但事实上 他们的一切 必须由陈平平安排 天还是乌黑一片的时刻 那座极大的宅院里 那位喜欢种白菜的老爷子 已经起了床 用木瓢盛水浇地 军方最德高望重的大佬 亲老爷子年纪大了 所以起床呢 也比一般人要早一些 今天他的二儿子起床也很早 如今担任树密院副使 却被迫从京都守备中脱离的秦衡 满脸忧涩地 从这个前缘赶了过来 身上胡乱披了点丹敖 他凑到老父亲的耳边 轻声说了几句 虽然他如今已经不是京都守备统领 但毕竟秦家在军中耳目众多 在第一时间之内 就已经知道了今天凌晨京都的异动 监察院的行动 亲老爷子微微皱眉 苍老的面容上显出一丝惊讶 陛下对长公主动手 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沁国皇帝陛下 会在安静这么久之后忽然动手 尤其是长公主这几个月来 表现得如此乖巧的背景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秦衡担忧地问道 如果皇帝陛下今天的行动 只是一个大行动的开始 那接下来倒霉的会是谁呢 我们 什么都不要做 亲老爷子叹了口气 说道 难道 你想造反 这种话 问都不该问 可是 长公主知道咱们家的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明家的干谷 还是浇州的水师 浇州那边 你堂兄在处理 不会有什么把柄落在宫里 至于明家 陛下总不至于 为了一尘干谷 就烧了我这把老骨头 但是 秦衡还是有些担心 今天如果长公主失事 我们不出手 日后朝中 便是范贤一派独大 我很担心 范贤将来会做些什么 秦老爷子皱紧了眉头 关键 看今天李云锐 能不能活下来 您是说 陛下会赐死长公主 秦衡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太后 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 陛下难道就不怕朝廷大乱吗 秦老爷子冷笑连连 说道 如果我是陛下 对付长公主这种疯狂的角色 要不就一直不动 要动就要杀死 不过你说得也对 宫里还有一位太后 陛下又是个珍惜名声的君王 所以李云锐啊 不见得会死 如果李云锐死了 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 秦老爷子将木瓢扔在了地上 说道 如果他能够侥幸活下来 我们现在也是什么都不能做 相信我 只要他能活着 将来的反击 一定十分疯狂 到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了 宫门紧闭 门上的铜钉像是幽魂的突出双眸 盯着宫墙外那些面带忧色的人们 在宫外等消息的人不多 主要是大皇子和京都守备谢苏一行人 他们看着紧闭的宫门 不知道里面正发生什么事情 但他们已经知道 监察院已经把长公主一方的高级官员尽数逮捕 送到了大理寺中 大皇子眉头皱得极紧 片刻后忽然说道 不行 我要进宫 进剑 谢苏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他的衣袖 压低声音说道 大帅 不要糊涂 这时候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人能说话的 大皇子中眉说道 我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 皇祖母怎么办 庆国皇太后这时候 还在寒光殿里边高卧 睡得十分香甜 寒光殿内外的消息传递 已经被庆国皇帝遣人 从中断绝 确保不会有别宫的人 会来打扰太后的休息 会来告诉太后 某些宫殿里边正在发生什么 离寒光殿不远的广信宫 是皇太后最疼爱的小女儿 庆国长公主李云瑞的寝宫 此时的广信宫 与往常的清幽美妙景象 却不一样 一位勾搂着身子的老太监 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棵枯树般 站在广信宫的门口 枯树在此 一应清景俱无 长公主李云瑞 站在广信宫殿内的栏外 冷漠地看着宫外那名老太监 说道 红公公 我要见母后 红老太监没有说话 也没有别的人硬话 跟随他前来的广信宫的太监们 此时正在宫内忙碌 忙碌着从广信宫的各个角落里 抬运尸体 广信宫里有27名宫女 包括长公主贴身有5亿的宫女 此时都死了 有几具尸体在宫外的墙下 明显起初是意图于墙求援 然而既然是红老太监亲自带人来此 广信宫里的宫女们 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能力 惨被全属杀死 甚至没有人来得及说出一句话来 没有人想听他们说话 陛下的旨意很清楚 不允许任何人说话 全属杀死 太监们将那些宫女们的尸体 抬上了几辆破马车 然后往坟场那边行去 一路上马车控板间流下血水连连 滴落在皇宫内的石板路上 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又有太监 手指扫帚 拉了车这个黄土余后 一面洒土在血迹之上 一面扫尽 片刻之后 马车远离石板上血迹 混灰见浅 渐渐变成了一道道 极浅的印子 就像是什么都没有 直到此时 红老太监才缓缓抬起头来 有气无力地说道 长公主殿下 太后娘娘正在休息 陛下 让你不要去打扰她 麻烦您先等片刻 陛下一会儿就来见您 长公主清美的眼瞳里边闪过一丝怨毒 垂在身旁的双手缓缓握紧 片刻之后 她却笑了起来 极有礼数地微微欠身 说道 那本宫便在这里等皇帝哥哥 说完这话 她反身入宫 关上了墓门 红老太监依然是勾搂着身子 像枯树一样 静静地守在广信宫外 这棵树的枝呀 虽然没有叶片 给人的感觉 却像是在向广信宫的四周伸展开始 包裹住了宫殿的上下四方 让宫里的那位女子 有些坚于呼吸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